三星S9深度评测 2018年2月26日至3月1日 一年一度的MWC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在巴塞罗那召开 它是通讯界最大的全球性展会每年的MWC 都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行业人士参加 大家都期待能够亲身接触前沿科技 体验各家厂商的首发产品今年有个例外 展会开始之前各家厂商的产品曝光消息不断 在众多的代发产品当中 三星Galaxy S9和S9 Plus可以算是明星产品之一了 2月25日三星在巴塞罗那召开了年后的第一场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三星Galaxy S9和S9 Plus 拉开了旗舰新制的序幕 外观设计上面 三星Galaxy S9系列延续了S9设计风格 正面是QHD加Super Omelette材质的全是曲面屏 屏幕比例是18.5比9 在屏幕尺寸方面 Galaxy S9 5.8英寸 Galaxy S9加式6.2英寸 设计上比较明显的改变就是在背面了 三星的logo依旧比较显眼 但指纹识别模块的位置有所调整 用S8的在摄像头的右侧 载微在摄像头的下侧 闪光灯的位置也随之进行调整 根据我们日常使用俗话来看 用户在进行指纹识别的时候 指纹识别模块安置在摄像头的下侧 更加方便和快捏 三星Galaxy S9和S9 Plus 拥有明夜黑 蓝阴蓝 西物资 银灰色 四种配色 新增 西物资 观感不错 比较好女生喜欢 相比于三星的S8系列 S9系列的外观上改动不多 但内在提升不少 三星Galaxy S9 此次主打的卖点就是重新定义了相机 在夜拍能力和玩法上 比Galaxy S8有所提升 新增 凝时拍摄 暗光美拍 动态萌拍等功能 后置方面 Galaxy S9具备一颗1200像素上头 支持纵对焦 具备ONS光学缝等 具有F1.5 具有F1.5至F2.4光圈 Galaxy S9 Plus则是采用了广角加长焦的双射方案 一颗1200像素广角镜头支持自动对焦 光圈为F1.5至F2.4 一颗1200像素长焦镜头支持自动对焦 双OS光学缝等 除此之外 Galaxy S9和Galaxy S9 Plus的摄像头 都具有超级速全双和传感器 服务拍摄专用的独立动态清除系 可以将最高12帧的画面 从而为一 可以更好的保障抓拍夜拍场景下的成长质量 毕竟 master 荷 Lock Dread Dread 感谢观看